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平时我们是怎样做面包的 我们的所用的原料在这里 面粉多少? 面粉280g 鸡蛋,糖,盐 一小汤匙半 然后放这个bumping seed 还有这个是什么 也是一种seed 什么seed,忘记了 讲讲 好像果子这样啊? 对对果子 就放进去桶里面 先做豆,然后再来做面包 给它搅,放在做面包机里面 搅,搅,做成豆大概一个钟头半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做 要是朋友们没有这个面包机的话 我们也可以自己用手揉这些餐餐好了的东西 揉到它的表面光滑之后 我们可以放着给它醒一个钟头 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揉的器材 这个面包机我们懒惰了 自己揉我们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它这个我们可以set的 这个面包机我们就在breed的这个功能里面 我们就set它,按它看到它到一个功能 叫做豆的,就是我们给它做豆 给它做面团 它的费时要大概是一个钟头半 因为它揉了半个钟头之后 它给它多一个钟头的醒到两倍大 所以set好之后我们可以按start的 等它等下它好了之后 它就会停下来,它会有声音了 我们就知道到时间了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继续的做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钟头半 我们把它拿出来 你看里面的那些面团 刚才我们放进去的已经有两倍大了 就是已经醒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挤压,把那些空气挤压出来 把它的那个空气排出来 把它的那个空气排出来 等这些空气我们都挤压出来之后 我们就秤一下这个面团 看它有多重 然后我们把它除五 除成五份 我们一个一个秤把它变成五个小面团 如果没有这个秤来秤的话 我们就自己大概大概的把它分成平均的五份也可以 如果有的秤力 我们就秤了把它分成五份 当我们分的五份的时候啊 我们就加多加少 这样的捏捏捏它出来之后 它这个面团变成了不平均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们 整理一下 把下面的旁边的转去中间 然后我们就放在旁边 然后再拿另外一个不平均的 这个拿来整理 把它这个旁边的挤去中间 挤去中间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当五个都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 哪一个擀面杖 把它擀平擀长 给它的长 长就好 它的扩差不多 我们手掌一样扩就可以了 就这样擀平它 给它长一点 长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卷起来 卷成一条 好像一条条状的这个 面团 五个全部都做 同样的步骤 把它变成一个长条形 我们这样子剪粘 把它擀开的时候呢 那些没有 刚才没有挤出的空气 也会这个时候 会把它挤出来 如果空气没有挤出来 等下我们的面包做了 不会平和里面有气泡泡 所以这个五个做好之后 我们就放进了我们的模型里面 放在模型里面 把五个放好 然后我们再做第二次的醒 第二次呢 因为我们怕这个 外面的气度 不够热 这个我们set 就放在这个烤炉里面 放了40分钟 然后40度 过了40分钟之后 我们拿出来 我们可以 看它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就把刚才预备好的 那个蛋黄 平均的抹在上面 使得到它的 等下熟的时候 它的颜色会比较好看 也有蛋的香味和它的 味道 就是这样过后 我们就把一些白芝麻 平均的撒在上面 也可以加一些黑芝麻 如果喜欢吃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喜欢多一些 Pumpkin seed还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 放进烤炉里面 这时候呢 就有一些人 他们会用165摄氏 然后烤了25分钟 但是我们这里 我们应该平常 我们习惯的用 20分钟烤180度 设施180度 所以我们就 set好这个烤炉 180度 然后20分钟 我们就可以按 开始 给它去烤 如果你觉得 等下烤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太黑了 然后焦了 你就可以 可以提前停止 如果你看它不够香 还不够颜色 不够黄 你可以加 因为每一个烤炉 它有不同的 那个热度啊 什么 有一些 所以你就要看你自己 本身家里的烤炉 你可以加减自己 那个时间加减一下 现在我们看它有三分钟 它已经 蓬着 出来很美的 那个 颜色也是 看来 不错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时间的 拿出来 我们就放着给它冷 如果不急的吃的话 就放着给它冷 不要吹风扇 然后它才不会 它等下变成 它的材料不好吃 现在我们打开来之后 我们看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拿刀来 贴给它一片一片 或者是如果你要吃大大块的 你可以这样撕出来 你就随时可以 撕一个一个 给一个人吃一块 这样大大块的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小块的话 你就要有面包刀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比较小片的 这个我们当场这样子烤出来之后 它非常的柔软 我们直接这样吃就很好吃了 如果你有咖啡或是茶 配着喝着这个下午茶 或者是你的早餐都可以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拜拜